新金爆的读者们 大家好 我是谭薇薇 其实你初期发布的时候 你在路上说过 可能希望它有一些微笑 那你现在觉得 这个增绩达到你的 运气的运气吗 我很虚荣 我会去看 原来大家 真的没有太多去关注到 或者评论也很 比较少转发 那我就会在想 那一定是我音乐 做得不好 其实更多是来自于 这个沮丧 和一个反思吧 所以发了一个作品之后 我觉得可能观众的反响 能够达到的一期 首先是会感谢你自己 那应该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给人的印象 那是一个面 是一个大家看到的 一个表象 或者是一个方面 但是制作水准 和自己的演唱 包括对一个 不管是社会话题 或者是一个人物的 一个内容的描述 我觉得是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肯定不是听众的问题 因为听众有太多选择性了 每一天有成千 甚至上万的新歌 在不同的媒介发布 那为什么大家会选择你的歌呢 时代已经在继续往前了 我相信 有很多听我们这个时代的歌手的歌 依然会选择收听 但是 我们必须做一些 新的一些尝试和改变 是 孤枢的混音 我谁能去的前方吗 你自在悲恙 不追问去想 你自行过吗 有谁阻挡 目光晴朗 没心忍忐 你觉得我当初 你出大年后 你现在变得更多的事 年龄 我长大了 但是更有趣的就是说 我可能不再会像 不那么会像谭某某那样 去表达一个观点 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观点 我觉得这是完全两回事 每个人都会感谢 过去那个不堪的自己 反正我是感谢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不觉得有问题 没有那个样子 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也不认为 这个样子是让人觉得 你是个老油条 现在的话你会原来更成熟一些 是不是因为像谭某某某的表达 受到的一些批评也好 或者是不是那么正面的舆论也好 影响到你也重塑了你的一些表达方式吗 在当时是肯定的 因为年龄阶段它也不是太能消化 和过度某些东西 而且也会反省嘛 慢慢长大就会反省 是否不那样表达 但一样可以像刀子一样 或者一样能说到重点 抓住核心呢 我觉得可能慢慢长大之后 对这些事情本身就有了不同层面的认知了 所以说至于别人怎么了解我 这个很难去跟每个人解释 我觉得就是还是把自己做好比较好 那你觉得婚姻的生活 对你戴了 对你婚姻的状态改变大吗 对我的状态改变挺大的 因为当你在一个更幸福的 两性关系里面 就是家庭生活也好 你会觉得 心里比较就是那种很甜 很有爱 我觉得每个人被爱包裹着 他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柔和 然后他也会更爱自己 其实我觉得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另一半 因为我不断地被爱 我才有那个能力去更爱对方和更爱自己 和更去接受倾听别人 就像更小的时候 我看到网上对我的负面评论 我接受不了 我会哭 我会难过 现在你会去调侃 你甚至 你甚至会觉得 为什么 好有意思 来来来聊一会儿 会不聊 你会觉得 一笑而过 而且你会觉得很有趣 你就会还去 还会去思考 而并不是一味地难过 伤心抵触 而且对抗 我觉得其实对抗 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件事情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风格比较多变的歌手吗 怎么说呢 以前都是特别想固定一个风格 因为大家都在说 哎呀 薇薇你 你什么都在唱 感觉什么又能唱的样子 但好像你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符号 也没有什么辨识度和认知度 其实在我跟小的时候 我特别纠结 我很在乎 我特别想找到风格 每天想的事就是找到风格 最后我也会发现 就是为了找风格而找风格 最后其实我发现 我没有风格 我就是一个没有风格的人 最后我觉得 有那么重要吗 我只要把每一首音乐作品 认真的 尽可能的 完成好 那不就是我的 作为一个歌手的一个职责吗 就不要太纠结于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摇滚歌手 或者你是不是一个民族歌手 我觉得能唱 那不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福气吗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 很大的一部分 太在乎了 我相当的在乎 在乎到我已经 就失去了自己 我是谁啊 每天在乎的点 已经不是音乐本身 在乎的点可能是一些外话的 哎呀我今天有多少粉丝来呀 哎呀台下面有我的灯牌 我好 好没有面子 很痛苦 别人不会痛苦的 你最后发觉 就是你自己 让你自己极其的痛苦 而 你走错了方向 你关注错了地方 对 你完全不能自得其乐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 很悲伤的事情 那通过不断的长大 现在我再看我那个时候 我又觉得挺有意思的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刻 我永远不知道 我最后要去哪 什么是我真正要要要的 对 还有过推荐导演的一部分 对对对 然后你自己对于作业 你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要规划吗 规划倒没有 但是我 第一比较期待 我会觉得很有趣 并且非常自信 比如说做音乐 做唱片 你会觉得 哇 在自己的职业里 这个地方好像不对 那个地方 其实你会发觉 很多时候都带有的 自己的偏见 那个偏见是来自于 你自己在本专业里面的 一些固有的认知和框架 其实这是本的 就是条件反射 但你当跨行业了之后 你会觉得没有边界 都可以 你会很自信 我就是一张白纸 我就是 我不懂我就学啊 我就看啊 我就问啊 多好啊 我觉得最有趣 所以说我很喜欢跨界 不管是跟谭森老师的慈悲颂 对古典音乐的一种 哇全新的一种 完全是一个 我觉得都是一个 维度的一个认识 还是在音乐剧舞台上 是完全跟做歌手 是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那个时候 那种未知 是我觉得 充满生命力的时候 我就跨界是一件 哎呀 充满着 未知又刺激 又挑战 又新鲜 然后又 很给我能量的一件事情 我还有一句 明镜与点点栏目